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讲什么呢 讲这一颗粽纯石斧 我觉得它很有趣 它是一颗 非常西虫的粽纯石斧 很有趣 它 芥颗虫特别喜欢它 你看这个就是芥颗虫 那它就是没办法定期就是要喷一些 杀芥颗虫的药 不然它一直就会有芥颗虫去咬它 你看旁边都不会油 看这些都没有油 都没有 那只有它会产生芥颗虫 所以它 是一种非常吸芥颗虫的一颗兰花 很特别 就是其它个体都不会有 它就只有它 所以这算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就是你只要对它喷药就好了 不好就是 它就会有芥颗虫 可是它就是 一直会有芥颗虫来咬它 它就是特别吸引芥颗虫 我发现有些兰花有这种特性 像是如果你有种过 纸碗十糊的话 纸碗十糊特别容易吃红蜘蛛 它红蜘蛛非常喜欢它的叶子 可能它有特殊的味道或特殊的气息吧 那造成蚂蚁特别喜欢搬来搬去 像这个 这个应该都是蚂蚁搬来搬去的 那就是非常喜欢它 很奇怪哦 其他科都不会产生这个状况 就只有它会产生这个状况 你看旁边的叶子 其实都没有问题 都不会有芥颗虫在上面 不太会有 那就只有它特别明显的 会有一堆芥颗虫在上面 那好处是附近的兰花呢 芥颗虫都会被搬到它身上 所以呢 你只要对它喷药就好了 附近兰花痴是受到安全的保护的 缺点就是它就一直被芥颗虫咬 那没办法呢 芥颗虫一直咬它 就只能让它咬了 是它还蛮健壮的 它是一颗 呃 那个什么 它这一颗是一颗 那个重存石虎 它是我这边最漂亮的重存石虎之一 它的花可以开满满的 我再找照片给大家看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它之前很大一重 但是它母芽后来得病死掉了 这是它高芽后来的下一代 那从一颗高芽一直长 长到现在大概长快两年多 很快三年的状况 它今年应该过来就可以大开了 但是它就是很麻烦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容易种芥颗虫 其它颗都不会 就只有它会 很明显它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味道 或特殊的气息 会吸引芥颗虫出来 那这也没办法 这是个体上的问题 我发现这 而且它抗病性算还不错 就算被芥颗虫咬了 它还是轻松自在的感觉 所以还蛮有趣的 你这个就是天生会招引 人家说招风影蝶 它天生就会招引芥颗虫 那蚂蚁特别喜欢把芥颗虫搬到它身上去 所以你仔细看它都会有芥颗虫的出现 那它就是一直被咬一直被咬一直被咬 但是它长得还OK 也不会长得非常的糟糕 这是它的很大一个特点 那重存石壶是一种原产在 原产在中国到泰国之间的一种石壶类的 那它的个体非常多变 有些个体长得像这种样子 有些个体长得像尖刀唇的样子 完全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开出来的花就是重存石壶 在缅甸之前还有一些个体是小小的 大概只有这么小 它就可以开花了 所以重存石壶是一种非常有趣要多变的石壶 但是在台湾不太受欢迎 因为它的植株的关系 或者是它的样子的关系 在石壶的市场内它不是那么受欢迎 所以如果像我以前就会收很多 而且它花型会有特别的变化 在中国偏中国产的话花型比较圆 偏泰国产的话花型比较尖 那它比较容易跟勾存石壶 我之前有介绍的勾存石壶混在一起 大家长得很像 所以这个也是它很有趣的地方 它跟很多石壶长得很像 然后它自己又有很多种变化 所以变成说 收藏人它不多 这几年而且收藏人 我觉得发现好像越来越少 市面上也很少见 偶尔会出现的时候也是 就是偶尔出现 偶尔看到的时候 就是可能人家痒痒 然后就是分租出来的 可是它就是不会很有那种特殊的个体 就以前如果有特殊的个体 这几年都没有看到 所以它就是一个 比较冷门的石壶兰 你可以说它是冷门的石壶兰 当然 它只要是石壶兰类都有拿来吃 又有拿它出来做吃的东西 做药材 但是它就是 在我们这里种植就是这样子 它本来去年大概是两只 今年来的四只牙五只牙左右 所以今年长的状况比去年好 但是还是被虫咬的乱七八糟 因为它就是会吸虫 这没办法 每一个个体的问题 像这个就不会 奇怪 隔壁的 在它完全隔壁就是没有虫 但是它身上就是满满都是虫 所以好处是我只要喷 我只要杀 我要杀那个戒壳筒 只要喷它就好了 其他我都不太需要 那我就继续把它丢到这里 那其他 其他蚂蚁就会继续把虫搬到它身上来 真的很有趣 好 那今天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哦 那我们下次见罗 拜拜